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中国国内的第一部偶像电视剧 该剧叫真空爱情记录拍摄于1997年 饰演独立善良 漂亮聪颖 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执着的女一号崔希 播出后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张亚琳因此也名声大噪 那个时候马依丽给她演配角 张亚琳出生于天津 18岁的时候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专业 与李湘 王荣成了同班同学 张亚琳的美不属于现在的网红脸 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大方 尤其是她青春活力 可爱脱俗的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在演真空爱情记录之前 张亚琳已经是央视的主持人 主持过央视三套的中国文化 少儿频道的金苹果 不同于现在流行的蛇精脸 网红脸 她清晰 干净的气质很吸引人 和央视很多女主播一样 她的主持风格也是知性 端庄 大气 受到不少电视观众的喜爱 和李思思 蝴蝶这样的锥子脸美女相比 还是更喜欢张亚琳这样不惊艳但耐看的长相 由于演戏积累的观众人气和较好的气质外形条件 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 张亚琳如今已不是央视的议员了 离开央视很多年之后 渐渐的退出音频 如今张亚琳已经完全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网络上有传言称 她是因病去墨尔本定居了 但又有人称 在沈阳看见过她 当时和她一起拍摄电视剧的演员们 如今都已经大火 唯有她放弃了这份原本可以大火的机会 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事业 不论如何 只希望张亚琳如今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